东吴大学校本部是位在外双溪 往来城中的校区全靠校车接驳 有一辆行驶了40年老校车 去的时候因为邻居老旧不得不退役 但是校友舍不得他报废 于是集资百万将校车改装成了校园咖啡馆 让他可以载着满满的感情和回忆继续前进 40年东吴老校车摇身一变成了飘香咖啡馆 保留复古车头和外观内部重新打造 让报废的校车有了新生命 而抹不去的是在这里发生的故事 我跟我老婆就是在16年前 就是在这班车相遇的 指着照片分享甜蜜回忆 曾担任校车司机的郭大哥 当年就是和日文系老师的老婆 在校车上相识展开他们的爱情故事 在车上有聊了很多 过程当中是大家聊得很开心 不管是早上来上学的时候 或者是我们后来下班的时候 其实这里头有非常非常多成长的 青春岁月在里面 这台老校车40年来陪伴着东吴人 行驶在双溪和城中校区 但邻居老旧不得不在今年7月退役报废 校友舍不得透过集资募款 砸下百万改装成校车咖啡馆 还有老校友主动回来经营 我就是要他老旧 就是要他的颁布 所以我们很多的外观 甚至一些吊漆 甚至一些处理 或包含像驾驶座等等这边 我们基本上都没有去做任何的变动 不仅保存了回忆 咖啡馆5%的收入 还有每杯咖啡5块钱 都会捐出来回馈母校 现在校车是跟学校外面租的 那现在就是我可以看到以前的校车 是长这样的 就蛮特别的 报废校车改装咖啡馆 不但吸引东吴校友朝圣回娘家 现在更是在校学生人气景点 带着满满的感情和回忆继续前进 明星皇乔 晨细君台北报道 明星皇乔 晨细君台北报道